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们重新投胎 进入轮回转世 月球是地球的一颗天然卫星 这颗卫星是从别处带到这里的 在月球内部 通过技术手段 轨道被封闭成一个不动的拉格朗日点 卫星能量受到控制 只能受限在地球的以太场和磁场中 轨道被固定后 会产生一个人造漩涡 把预源头产生共振的星体体内的一切 都吸进这个巨型重生机器里 因此 地球上只要有人离世 他们的灵魂将无法摆脱能量漩涡的引力 然后会被拉进星光控制的较低层次 在这里 预设好的宗教观点 会决定把这些灵魂放在何种模拟中 灵魂休息一段时间后 导师会告诉他们 他们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功课要学 很多事情要做 以及很多任务要完成 于是灵魂盲目地进入另一个转世 唯一的问题是 在他们转世之前 灵魂受到了极其强大的以太和核电磁爆炸的冲击 这让他们忘记了所学的一切 今天 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 虚假光具阵被移走后 涡流停止了运作 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 但他们并没有被拖下这条管道 而是走进了星光层最高 最纯净的领域 在那里接受真正的治愈 他们已经准备返回地球了 从现在开始 新出生的孩子会让世界换新颜 这是一个绊脚石 他们再也无法补充食物了 因为黑暗比以往任何时候消退的都要快 我们可以在将来回忆更多内容 即便遗漏某些细节也无妨 该设备仍在运行 但主要的时间入侵功能已被禁用 黑暗再也无法及时回到过去 来消除当前出现的危险 有些人放弃了继续创造理想世界 只是为了从一个非常现实的梦想中 迷迷糊糊地醒来 而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梦想中生活了很多年 有些人在获得了有关如何建造 免费能源装置的说明后 只是为了让整个项目看似是凭空出现的 而公众对此项目却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不再会发生 全球各地的通灵者要么与他们的导师连接后一无所获 要么发现他们在被劫之前最初联系的实体 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争取他们享有自由和个人主权的自然权利 但仍然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 这些进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很高兴看到这些消息 但在地表上醒来的人还不够多 你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来到这里 你盲目无知虚弱地来到这里 只为回忆光明 重新发现自己内心的光 并将它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改变从你做起 你最后一次安静地坐着并与自己内在连结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伸展身体 告诉他你多么爱他和尊重他 因为他用语言和感觉带着你度过了这个现实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放下手机 关掉电脑 坐着发呆让思绪完全放空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提出问题 并自言自语 这个人对此有何看法 而没有走进内在询问最重要的问题 我对此有何看法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相信自己是什么时候 改变正在发生 改变从你开始 寻找光 把光点亮 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在你照亮自己时 让你的身体充满纯金色的爱之波 想想人类是什么 不要去想它看起来是什么 这种变化势不可挡 而且来势汹汹 让我们尽快举办这个派对 队伍越来越长 神秘信息的核心圈子正在扩大 那些在开车时睡着的人发现了这个知识 沉睡的人正在醒来 你是扬生大师 在这里引导人类完成扬生过程 你们中有许多人已经在从事这项任务 你在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 即便这些改变微乎其微 你将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向你学习如何掌握新的习惯 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我们非常爱你 我们与你同在 我们是你的光之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